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 再度邀请到陶冬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在这个礼拜里面 刚好在12月18号美国时间下午两点半 那么美国的联储宣布 在过去执行很长时间的QE 现在先从减少购买 买债100亿美元开始 这个减少买债的计划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元月开始展开 那么到2014的时候 整个全世界大致上 都要共同面对QE退场的问题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的十八大三中之后 那么一连串的改革 那么到今天 我们特别请到陶冬博士到我们节目现场 要来把美国的联储 在整个购买债券的金额开始减少购债金额之后 对未来整个包括升息的影响 包括对全世界的一个投资的动向 包括中国改革所带来对全世界的冲击 完整来告诉大家 我们做了一个沙盘推演 陶博士好 谢谢先生好 好 我想今天所有大概全世界目光的焦点 都在看美国在这一次的减少购债的计划 那么这当中我想包括劳工部宣布 它的这个非隆位人口的就业率 就业人数到二十万 增加二十万五千人 比疫情的十八万五千人要高很多 同时市卫力一口气从七点三降到七 它已经慢慢陆续降到六点五的水平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等于是伯兰克在告别这个联储的 最后一个他的告别座 那这个告别座也是给大家宣誓说 我有开始要执行QE的退场计划 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减少购债计划 对2014年全球的这个整个金融形势 美国从这个QE1一直到现在 那么现在这是开的第一枪 那么这之后你怎么一估来 未来这个美国在减少购债之后 到QE的退场 这时间到底会多长 那真正升息它的转折点 大约会在什么时候 OK 这个博南克上任以来的经典之作 就是QE 那么他在离任之前的最后一个记者会 为他的这个经典作呢 又点了一个金 就是开始QE退出 那么首先第一点我要强调的是 Tapering和Tightening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目前实际上是联储注入流动性的数量 在减少 而不是在紧缩 对 这一点我们要明白 那么流动性总能还是充沛了 我们的预估呢 它大概是在今后 从明年的一月份开始 每一次会大概会减个100亿 100亿 但是这过程中间呢 可能会有两三次 由于市场出现动荡 对 而暂停 而需要通过一些语言上面来安抚市场 是 但是我们预估呢到明年年底 联储应该彻底的停止购债计划 换一句话说 QE到此为止 对 至于加息什么时候开始 那是完全另外一个故事 对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 加息的一个可靠的时间表 因为目前首先 经济的复苏并不稳定 对 就业市场的复苏 不要被这个7%的失业率所蒙蔽 对 也不要为20.5万的这个就业新增所蒙蔽 就业人口 今天是在圣诞节销售期 对 那么有许多临时工 对 进入了 你到了明年的二月份 这数字还会下去一些 但总的来讲呢 美国的确是有复苏 只是复苏的力度 对比像过去这一两个月的 这个就业数字那么强 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通货膨胀 现在还没有起来 对 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相信联储暂时还没有一个 确切的加息的时间表 我们估计这个至少要推到 2015年年中之后 很可能是2016年或者2017年 要这么久 才会加息 是 美国今天经济的复苏并不牢靠 就业市场的复苏也不牢靠 这是第一个事情 对 第二个 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是 如果你要把美国的债券 所有的债券 它全部折合成 十年期国债的这个年期 另外呢 它的这个风险上面 做一个权重的话 联储今天所持有的债券数量 是美国总债券数量的三分之一 对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退出来 对 就像整个经济靠在你的身上 你说我要撤了 撤了 你稍微动一动 同时要不断地叫 让它有个准备 对 不然的话呢 就随时可能触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 这个是联储不愿见到的 那么我相信 在这个购买国债问题上 会采取一个小步多走 换句话说 今后一年中间的不断地会有些动作 每个动作幅度比较小 是 而至于加息联储会相当的审慎 需要确实地看到经济复苏 好 你讲到这个 我稍微请教你一下 就是说 美国现在的总共负债 16万9千亿美元 那它现在如果加一个 这个0.25 我们台湾叫一马 那等于是一年要增加 4,425亿美元的 这个债务的这个 付息的支出 所以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主 所以原则上来讲 美国主观意识 它一定不希望利息拉高 所以现在这个减少购债的金额 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但是我一直在想说 现在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进程 可能在升息时间 会比大家想象可能更久 所以你刚刚讲2016、17 那就比我想象的更长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从理论上来讲 美国尽管行政当局和货币当局 是有一个防火墙相对分开的 但是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另外同时我们也要知道 尽管利率上涨会带来一些额外的支出 但是哪怕利率上涨 它比起过去正常的利率水平 还是低的很多 对 那么这也是事实 如果要是通货膨胀没有出来的话 我相信联储还会再拖一拖 是 但是如果要是经济真正的复苏了 尤其就业市场工资开始上涨了以后 美国的通货膨胀一定会到来 是 到了那个时候 联储再进一步拖的本钱就不大了 好 你讲到这个通膨的这个事情 我们假如把2013年整个稍微看一下 2013年当中一个比方说像目前来讲CRV 它的位置还在280 还是一个很低的位置 其他的你看到软商品当中的 不管你小麦 玉米 防豆 其他跌幅都很大 糖的价钱我看跌得更可怕 咖啡也跌得很惨 其他的贵金属当中 你看那个涅价 它到现在为止还在非常低的位置 基本上来讲就是 中国大陆在改革 已经下一个改革的进程当中 它不再像过去这样大量的 使用这种大幅建设的原物料 所以原物料的这个价钱 当然这个商品价格是 在今年是有很大的一个下滑 如果说全球的景气在 慢慢的在2014慢慢好一点 那商品的价格是不是到这个地方 是可以看到底 还是有更大的一个下一个波动 我觉得商品价格很难演好 对 首先美国经济复苏和商品价格 周期关系不大 对 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周期关系不大 它是跟新兴市场关联比较大 和中国的需求连在一起 所以现在澳洲情况就不太妙 没错 那么这个前一段时间商品涨的时候 美国通货膨胀也没有起来 对 那跌的时候呢 美国通货膨胀也不会压力不较大 石油对于这个美国的需求 这个是有影响的 但其他的看的是中国 不是看美国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对 如果你要看中国的话呢 中国对于商品需求的黄金时期 在我看来已经成为过去 过了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黄金时代 已经成为过去 中国出口的黄金时代 已经成为过去 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 已经成为过去 中国政策刺激的黄金时代 已经成为过去 那么中国需求有一点增长的商品价格 会往上谈一谈 但是在商品市场中 你始终还有一个叫residual memory 它记忆上面 它还留着一点 就是过去中国的商品需求 记忆希望每一次 中国经济的反弹 会带来一个 类似过去周期那种的需求的增加 这个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去澳大利亚 做这个巡回路演的时候 大家心里记得 还是过去的那个中国 这一批人在2005、2006、2007年 我告诉他 中国需求起来的时候 他相信的是过去周期的那些供应 今天我跟他说中国需求下去 他还是不信 他记得是过去几年中国的需求 那么商品需求会有起有跌 但是结构性的 过去十年的这种商品大牛 是我认为 最近两个月你到了澳洲 澳币是从0.975 到这个礼拜 它已经0.883了 所以那个澳币的下跌 幅度蛮大的 澳洲现在的情况看起来是不太有关是吧 澳洲我认为叫做得的是荷兰病 什么叫荷兰病 荷兰病就过去的时候 北海石油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荷兰它的原物物料 一枝独秀 那么它汇率就升得很高 工资升得很高 把其他的产业全给击垮了 那么最后就剩下了一个 这个Commodity 一枝独秀的局面 那么澳大利亚也是类似的情况 由于过去十年 它的商品领域 这么爆炸性的一个需求增长 带来了澳币的货币的迅速升值 澳洲的这个生产成本的上涨 那么结果呢 就是在这个Mining之外 在这矿业之外呢 其他的行业凋零了 那么今天澳洲央行 所需要的是 要把汇率拉下来 把其他行业的竞争力 拉上来以外 我认为澳币没有见底 是 好 我想另外一个大概就 我们看到这个联储的 这个购债金额减持以后 今年当中我们看到 5月22号 布兰克开始依告说QE要退场 那么一度造成 它的十年债跟三十年债的 债件的支席一路飙高 那十年期的公债 最高已经来到2.99多了 那最近这一次 如果在这个礼拜 这个减持这个购债金额 这个大家已经意识到 变成一个共同长期的 一个趋势之后 你怎么观察 未来十年债跟三十年债的 这个席力 到底会冲得多高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三十年起的公债值率 冲过四 现在对房地产来讲 美国大部分都是借钱去买房子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债券的这个支席习率一直往上拉高 这个对房市来讲会造成什么影响 从这个联储宣布退出之后 市场的立即反应 即时反应来看 市场对于退出 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不能说每个人都预计准了 这个十二月会退出 但是大家想的不是十二月退出 所以那一宣布股价就大涨了 无论是股市还是这个债市 它的反应基本上是合理的理性的 因此我认为市场对这已经有反应了 我相信美国的这个债券利率 还会往上升一升 但是如果没有大的震撼的话 应该在3.5%之下 这十年期的换句话说 还有个50到60个点子这么一升幅 重要的是下一个事情 联储退出 这个tapering本身市场已经有预期了 下一个预测是什么时候开始加息 那么那个时候呢 实际上问题是通货膨胀什么时候起来 就业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工资给拉起来 这些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答案 当这些市场还没有办法预估的情况 开始冒出来的时候呢 整个的债券市场的价格会因此而动 所以我认为 国南克现在干的事情市场已经消化了 关键市场 下一个影响市场的是美国的经济数据 是就业数据合取合同 通货膨胀数字合取合同 那么如果这个出现的话 房地产的这些利率之类的一定会上涨 但是呢你也不要 就是两点 第一点这个利率上涨一定会有 但是呢这个利率上涨 是从一个超低的水平稍微涨一涨 比起过去的这正常水平还是低一级 这第一 第二我们也不要把联储少个10 10个别的100亿看得太重 你知道这几年实际上 重造按揭本身它已经少了很多了 换句话它的债券的发行已经少了很多 你少一点购买 实际上是均衡供需 而不是比市场带来一个恐慌 就这样回到一个正常水平 我们看QE1它说释放的金额 大概1兆5000亿美元 然后这个到QE2呢6000亿 QE3呢大概是120亿美元 所以这次到QE4啊 大概1.6兆 这个相关来讲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看到美国的经济 在2014啊 我们有几个包括现在的失业率 你可以看到失业率现在一直到7了 那我看7应该会上下波动一段时间 然后呢 经济的发展 这个请教陶博士就是说 我们看2013年 其实欧巴马开始喊出一个制造业重返美国 美国开始在巩固它的制造业的生产 安倍好像也是朝着这个方向 也希望日本的产业能够加强在日本的投资 当中国大陆开始慢慢在调这个结构的时候 你看到美国跟日本 其实它都在强化它的制造业 那这样的一个改变 对未来的世界 当美国跟日本 它在强化它制造业的时候 对未来的世界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觉得奥巴马所喊出来的制造业重回美国 这个是有依据的 对 而且呢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制造业的确在重回美国 对 那么这对于美元今后的走势 是有深远影响的 是 安倍在叫制造业重回日本 我认为是瞎掰 它这个是无稽之谈 对 对于安倍经济学 它对于汇率的确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呢 又给股市带来了一轮 罕见的一个上涨 但是安倍经济学 对于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 是 非常有限 是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中间 日本企业在研发上面的经费的投入 极少 是 自从2001年PlayStation之后 对 日本再也没有推出一个在全球有新的 这具有极具震撼力的产品 对 少了这个呢 制造业回不来 日本的企业尽管利润接近创纪录的水平 是 但是日本的工资已经连跌了16个月了 换句话说 企业尽管盈利有所上升 他们对于投资的信心依然不足 对 没了投资就没有就业 没了就业就没有消费 没了消费更不愿意投资了 是 安倍经济学对于实体经济影响的核心 是就业 是收入预期 在这个问题上面 他并没有做到 没有这个制造业怎么会回来 制造业在外面赚钱的机会要比回到国内来大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没有解决 奥巴马所面对的事像 Google 像Apple 一系列的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是 具有创新力的企业文化 这一点在日本 至少在目前我没有看到 是 好 现在对美国来讲 我想它最大有力的地方 就等于它现在的通膨的 通胀的威胁非常的小 所以QE它有很大的一个 它可操作性 是 而且这个 对不起 我插一句 而且这个呢 可能会比想象的时间 稍微再长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由于能源革命 油业元 业元气 业元气使得它的这个 这个汽油价格受到压抑 现在原来美国最贵的时候 汽油价格去加油 汽油一加仑将近四块美元 现在好像就两块六左右了 所以那个成本 连接上是降得很低 包括美元的价格的下跌 现在美国的电价 都有很大的下滑的空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譬如说美国的QE 它在这个地方 有很大的回旋空间 再请教陶博士一个问题 就是说美元原来我们都认为 美国的这个经济慢慢好转 美元会越来越强 如果以2013年的这个 走法来讲 2013年美元是从80到84左右 现在大概又回到80附近 那这个就等于美元回到原来的 在2012年的年底的水平 那现在减少购债金额之后 美元看起来礼拜四 美元是从79点多 到了80.5左右 美元开始又转强了 那这个美元的 在联储的购债减少计划展开之后 美元未来的发展 你怎么看 我认为美元是持续走强的 对 2013年实际上是个例外 对 这个例外实际上就是说 2012年的时候美国经济率先复苏 而且美国经济是唯一一个真正在复苏 增长在加速的 那美元走强 这个是很自然的 到了今年除了美国复苏之外 欧洲也有了复苏 而且风险开始减少 那么欧元开始走强 这个使得美元在技术上面弱了一点 但这个在我看来 从长期的汇率走势来讲 这叫噪音 欧洲的复苏跟美国是没法比的 欧洲今后的货币政策的退出 和美国联储的退出也没法比 那么在一轮的这个噪音之后 美元在我看来会重新回到一个升值的轨道 联储率先退出和今后退出 不断加速 相对于欧洲央行 相对于日本银行 相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来讲 连锁的力度应该是最大的 第一 第二 制造业重回美国 这个对于美元长期走强的 奠定了一个经济基础 第三 由于能源革命 美国在几年之内 从世界的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变成最大的能源出口国 对 那么这个会对于贸易赤字上面会有大力 有改善 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 在我看来美元是受到 是 好 现在美元强的时候 我们看到亚洲货币 大概在最近一段时间 比方说像印尼顿已经一万两千以上了 它反而是贬值相对比较激烈的 其他你看到包括原物料生产国里面的澳洲 南非币也是 其他来讲我想包括最近的台币也稍微贬了一点 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直还在升值 所以美元在走高的情况之下 亚币的这个发展将来会产生什么样一个新的发展 我觉得亚币基本上对美元是扁的 但是扁的幅度会差得很远 是 有一些叫做双债国 双赤字国 这个财政赤字加上贸易赤字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包括印度等等 它在这方面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当然印度的央行采取的措施 和印度尼西亚是不一样的 印度更多的是想刺激经济 而印度尼西亚想控制通货膨胀 那么这个汇率上面的变化是不一样 但总的来讲双赤字国家在美元升值 美国联储退出的情况下面 我认为会受到冲击 相对于人民币 这是一个比较怪的一个情况 如果要看中国的基本面的话 人民币应该贬值 应该贬值 但是现在不敢贬值 人民币已经爬到树梢上面去了 今天要是一动的话 可能带来一个汇率预期上面的变化 那么这可能制造出资金出走 那么这个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 是没有人能够预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中国人民银行现在不敢让人民币贬值 那么我相信人民币对美元 在2014年仍然会有一个 温和的升值 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